直接举办造血干细胞捐赠验血活动 来参与的 有人是看到街头宣传 有人是听到亲朋好友的邀约 更有人是亲身的经历 也是刚好学校的活动 他就那一天熬夜一下 就开始生病感冒 后面就变成血癌 堂弟他因为比较严重 所以他连配对这件事情都没有办法做 曾经感受过家人等待的煎熬 能够挽袖救人 他们当然不让 也有人是见证男友捐赠后 更期待自己也能够配对成功 我是有医学背景的人 所以我知道就是可以帮助别人 像我平常在做动物实验 我也知道动物跟人 病人一样 他都是跟时间在赛跑 这是一份难得的缘 一个早上完成了146位建档 因为早起的关系 平常在睡觉的时间 我已经做了一件这么有意义的事情 觉得帮助别人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想要助人的动机 也是血癌病患最珍贵的希望 大安新闻 真善美之宫 台北 所以这种情况也认为能不能帮助人